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记忆展现公共艺术,以校园苗圃为墙为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特教组花园的原有实地现况 那我们要在这个花园做一个美化的动作 那我们需要做到以下的几点 第一,我们要做一个生态池 那是为了达到一个鱼菜共生的目的 第二,我们要建造一个水槽 为了方便它们上课期间能够清洗蔬果 第三,我们要在这个围泥的部分建造一个艺术系砖围墙 第四,我们要在这一面墙的右侧的部分做一个美化地砖的动作 而我们该如何执行 第一,我们要做基地分析 那这是我们绘制出来的基地分析图 上面所讲的生态池在这个部分 水池在这个部分 那这三道围墙,我们要做一个艺术设计 那在花园的右侧,我们要做地砖的铺设 第二,设计草图 第二,设计草图 这是我们以手绘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部分 地砖设计 我们以AutoCAD 3D来呈现 四,实地实作 基地分析 我们将测量实习课程与电脑汇出课程学以致用 我们测出它的高层差 游图所见,我们知道ABC点是高处 GF1点是低处 我们测出它的水流方向由上往下 并且知道它的泄水坡度为两百分之一 第二,我们计算田蛙图 第三,我们做场地规划 设计草图 我们以基本设计课程所学 我们以freame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手绘图稿 契砖设计 我们以四个标语来做我们的主题 平等,方向,冲刺,成功 这是我们绘制出来的场地图 那在H到G点 是我们的第一面墙 平等而喜乐 在G点到E点 是我们的第二面墙 勇往直前的小巷 那在E点到C点 是我们奔腾横跃的骏码 在C点的部分 我们设计一座凯旋大门 实地实作 我们以木工泥工实习课程所学 运用大量工具与机器 这是我们的切割机 是我们的主力 红砖与空心砖 是我们所用的材料 那我们搬运材料的部分 搬运了水泥 施工顺序 一开始我们先有花园设计图 做整场的动作 定屏 再将砖面放样 最后 气墙 产学合作 我们请到了室内装潢工作室 师傅来教导我们 如何蓄水池防水 粉面 勾缝 水泥配笔的使用 完工 这是我们第三面墙 奔成横跃的骏马 第二面墙 勇往直前的小巷 这是最后完成的实地状况 通拍 这是我们花园的服饰图 那图中显示 这SPE NKHS 是我们用南港格工特教组 来作为这个标语 检讨 这是我们原有的设计图 和更改过后的设计图 我们将原有的大象 与新增出来的导路 作为合并 增加墙面的寓意 这是我们原有的设计图 与更改之后的设计图 因部分墙面被树木挡住视野 所以将原有的两只 更改为一只 减少一部分的图案 可增加施作速度 结论 我们将所学的课程学以致用 使用测量 气砖 铺面 粉面 木工 设计学 2D 3D CAD 和Freehand的方式呈现 第二 我们使用产学合作的方式 请师傅教导我们如何防水 粉面 最后成功解决业主的问题 这是我们花园原有的样貌 最后我们完成了花园的艺术器砖设计 谢谢大家